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驾就是用牲畜拉车或拉农具 像是驾员 驱牛驾车 或是乘坐 骑跨 驾域 驾鹤西龟 腾云驾雾 也可以只操纵车辆 船或飞机等等 例如驾驶 驾船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人刘邪的著作 也是中国第一本文学理论书 内容主要在论述文章的体制 还有文学原流 原理跟批评方法 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有很大的影响 当中有一篇《复误》 阐述文章结构要头尾贯通 互相呼应 文艺要紧密充实的写作道理 下笔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架构安排清楚 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规范 写作的时候思绪也是变化多端 一开始如果不先做好全面的安排 内容一定会混乱 也就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 因此文章的条理非常重要 刘邪在说明构思文章结构的重要性时 就用了驾马车来比喻 四亩一粒 而六配如琴 并驾齐驱 而一股捅福 四匹马拉车 每匹马的力道都不一样 但如果能把缰绳控制得像琴弦一样和谐 四匹马就能骑头并进 车轮的轴心也能好好控制好轮子 让车子快速前进 并驾齐驱 用来比喻彼此实力相当 不分宣制 韩玉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他的好朋友石虹要到别的地方赴任 临行前摆了宴席要跟朋友们鉴别 韩玉也参加了 还写了一篇序为他送别 叫做送食杵士叙 韩玉写道 汉石虹谈金论骨 就好像是用四匹马拉着一辆轻便的车 走在熟悉的道路上 若四马驾轻车就熟路 而且还有造府王良这些技术高明的人来驾马 他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石虹的才学很好 轻车熟路就是指对事情很熟悉 做起来很轻松 寻子是战国后期的思想家 他继承儒家并另外提出了性恶说 认为因为人性本恶 所以必须要透过教育来改变 寻子劝学篇 就对学习的方法和态度做出了一些讨论 不积溃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奇迹一跃 不能拾步 弩马实驾 功在不舍 如果不是因为每个脚步的累积 人是走不到千里远的 而江海也都是由细小的河流汇聚而成 先天条件优越的千里马 奋力向前一跳 也不过十步的距离 相对的 那些资质奴顿的马 虽然不如千里马一天就能走完千里 但是花上十天的时间 同样也能走完 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 弩马实驾 比喻才智平庸的人 如果努力不懈 也能赶得上聪明的人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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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订阅 订阅 議程 订阅 订阅 Why Bondy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